放鬆頸部後面的肌肉 然後繞圈 然後繞圈啊 對 輕輕的 然後阿姨放輕鬆喔 他是講國語的 放輕鬆喔 比較緊張 然後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整頭的電膏 不然他這樣的時候肌肉會太緊張 然後我們 因為阿姨的張力非常高 看 然後我們就是輕輕的 拌開 不能 速度不能快 然後拌開了之後 手指 手指要這樣子把他的所有手指打開 然後另外一隻手把他大母哥拌開 然後要給一點就是 力氣 要出一點力 阿姨不要太大力 也不要太快 然後拌開之後 你的腳可以頂在這邊 腳 對 腳頂在 幫我輕鬆喔 吼 不會痛啦 講國語 放輕鬆不會痛啦 他要對 我就要擦鞋 就從 擦仗在 我去搬一張椅子 笑話一下 請 這樣我們最滿好 然後 現在 壓 advanced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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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拇指要翻開 大拇指要翻開 手指頭也要翻開 不用翻到這裡開 就是看阿姨的臉部表情 如果非常痛 或是掙扎很大 就是維持這個姿勢 然後維持30秒 然後再放鬆 她是奶奶啦 我才是阿姨啦 讓她放鬆大概30秒之後再做一次 好 一隻一樣把它翻開 然後大拇指翻開 放輕鬆喔 好 放鬆好了之後 這個是手腕 手腕放鬆的動作 然後再來是手腕 手腕就是往前 手腕就是往前 然後再往後 這時候還是要頂住她的手肘嗎 可以不用 然後 也可以 就是都可以看你 因為我們現在動的是她的 王關節這邊 然後就是這樣動 然後 因為她張力高 你有可能到一個角度的時候突然覺得已經到底了 那其實沒有 你就輕輕往後翻一下 她其實還有空間 因為張力高的人會卡住 然後 手腕做好之後 再來是手肘 手肘 手肘就是一隻手 摸著那個 肘關節的下方 然後一隻手 放在往關節這邊 然後請她往前 這樣子 增絕 然後再這樣子 然後再這樣子 往後 然後維持10秒之後再往後 然後再5次 前後攻擊 好像覺得她的手肘有點往內翻 沒有辦法像我們 她有點這樣 她沒有辦法這樣 她張力高的人 張力高的人她的手會這樣子 對她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幫她把手這樣子翻開 然後這樣子翻出去 就像這樣子 所以剛才才會做這個動作 然後 要幫她翻 然後大拇指也是 然後因為我們兩隻手都用到的話 就要靠身體的其他部位 所以就是靠腳 因為她如果翻完之後 她的手還是往往 對不對 然後靠腳這樣挺住之後 就往後 好 好 然後這個動作維持30秒 然後休息30秒再做一次做一次 好 然後休息30秒再做一次做一次 好 好 她那個 她那個 在很沒中間之前就已經練習完 可能是她做那個 欸妳要不要做一次看看 沒有關係我先 我把它學起來 照起來做紀錄 然後再來就是肩關節 肩關節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是抓著肘關節的部位 然後往上 輕輕的慢慢的 然後看就是奶奶的表情 如果真靈的表情 就代表已經不行 太痛了 好 聽到嗎 會不會痛嗎 會不會痛 會痛嗎 會痛嗎 然後放鬆 然後再一次 好 然後 到底只要維持30秒 我要去照妳那隻手 對 那隻手的部位 啊 是這樣 對 這是要固定住 固定住妳要移動的 妳要做的那個關係 對 就是做到幾度啦 看起來應該只有 九十度而已 對 九十度大概九十 一百左右 好 從這邊 這樣 零度來算的話 嗯 就只能垂直啦 對垂直 好 然後正常的可以做到一百八十多 對 對 然後 妳可以慢慢的 增加角度 對 看就是看那天的情況 平常有在做這些運動嗎 有 有 慢慢增加一點點 現在超過一百 現在超過九十了 對 大概做五次 好 欸 你那最 我剛照到九十而已 你剛做到一百一的那個 讓我照一張 好 作為紀錄 好 他到這邊大概就會有點卡住的感覺 好 然後我們再輕輕的給一點點 那個 那個 土地 十一點地在上面 嗯 對 嗯 對 放輕鬆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OK啦 好 然後這個是往上的動作 然後我們手還有一個動作是往側邊 哦 哦 沒關係 走到這裡 那邊太小了 我想跟老師在那裡 謝謝 哇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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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